体育竞技是十分残酷的 尤其是想要代表国家队参赛取得名次 不仅是要从本国的众多队友中脱颖而出 而且还要在国际舞台上战胜其他的选手 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冠军被人尊敬的原因 他们是强者中的强者 中国的体育圈竞争更加的激烈 其中也涌现出料很多项目的佼佼者 有跳水女黄锅晶晶乒乓球的马龙 叮宁篮球的易见莲 再有就是女排的朱婷等等 很多运动员都是坚持多年才拼出料现在的这番成绩 一些运动员在国内得不到很好的机会的时候 选择料加入到其他国家效力 这些都能够理解 但是对于一些运动员被日本规划 加入日籍的事情 很多网友还是耿耿于怀的 这些年日本未料强大自己的体育实力 从中国挖走料很多的球员过去 现阶段的就有乒乓球的张本志和 篮球的张本天杰 还有排球界的张路易 在加入日本国籍之后 改名为张鲜木易 张路易身高2米06 超越俄罗斯排球明星莫娃成为世界职业女排最高的球员 拥有着第一海拔的张路易 原本是八一队着重培养对象 也是郎平比较看好的潜力球员 和现在女排的主力队员 圆星月非常的像 两人都十分适合打复工 但是张路易在家人的鼓励下 前往日本读高中 并且最终选择料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女排效力 对于自己的选择 张路易解释到 中国有很多高个字球员 竞争十分的激烈 体制内的选拔也不是特别的透明 我觉得在日本更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请不吝点赞订阅